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中国共产党制造了中国病毒 伤害了整个人类 2020年在劫南逃 对所有人类 对这地球上的所有人 都是一个大结年 你的选择除了善 你不选择善 你就是恶的代表 美国是个与神同行的国度 在它无论多高多低的一个角度 去看待中共的时候 那今天所表达出来的 却是把中国共产党定格在 屠杀人类的这么一个邪恶生命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白宫的 政府最终的报告 总统川普如何使用国防生产法案 来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国病毒的伤害 这是天地间所供述这么个故事 整个内容 它大概分了十个章节来讲述内容 第一个章节呢是介绍 最后一个章节是总结 在第一个章节介绍本份 就是这份报告的 它所涵盖的一切 然后第二个就开始讲 整个大疫情的过程 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伤害 这一次全世界 伤害整个人类的大瘟疫 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伤害 整个人类社会的大瘟疫 从来没听说过 在川普的这个 他答记者会等等 诸如此类当中 都没有这么完整的表述过 我提醒大家 这是白宫的正式文件 他发表于8月13号 8月12号 美国的卫生部长代表川普 结束了对中华民国的访问 然后8月13号 拿出了这份文件 这是白宫直接指控 中国共产党 是这一次大疫情的罪回祸首 屠杀着整个人类 我个人相信 国际环境中 还没有反映过来 这一份东西 星期六 应该8月15号 本来的美国的贸易代表跟财长 要跟这个刘鹤通电话 来总结 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的 这个故事 因为他执行了嘛 这件事情被推迟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 反正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听到都是被推迟了 而且是在最后一天 星期五的时候 才传出来被推迟 路透社报的消息说 推迟的原因呢 是因为 北戴河会议 我以为基本就瞎说了 这是路透社拿的消息是障眼法 骗人的 十有八九 他国内有状况 一个国内有状况 第二个 作为美国政府来讲 他可能觉得没有说 没有什么太多意思 但是我以为真正推迟的原因 应该来自于中国 而不是美国 在有关中美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的处 这是美国方面唯一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 只能叫积极的态度 我讲不出别人 就说他认为第一阶段还OK了 在大疫情下执行的不错了 不错的很大原因 就是中共国毫无忌讳 毫无限制的大规模在购买农产品 在当初一直在用农产品作为打击川普的武器的时候 今天他却大规模购买 而当时打击川普就是为了打击川普 美国中部的票仓 那些都是农民来的 那他们呢是传统的共和党人 但是在中美贸易冲突中 他们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在距离大选只剩两个半月的时候 中国却大规模购买农产品 难道是对川普的支持吗 而为什么不对他进行致命的一击呢 这是说不过去 巨安思危 还是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习近平紧抓舌尖浪费 中国夏季的粮食 就是应该在六月份 六月中旬左右收完的 在华北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应该是小麦 东北地区呢 有些什么油菜籽啊 这一类东西 欠产一千万吨 欠产一千万吨的 中国有14亿人 如果有10%吃不上饭 那就是一亿四千万 如果有10%吃不上饭 就是一亿四千万 他减产了 夏粮减产了一千万吨 一吨一千公斤 两千斤 一斤粮食 一个人能吃多少 多长时间 你能算出数来 对不对 中国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到一千块 他上哪浪费粮食去 所以这就是儿媳妇 大肚子装孙子 他的主政 带来了这样的灾难 他却说 中国人浪费粮食 你们不懂得尊重 你们不懂得尊重农民 你们不懂得这个 你们不懂得那 你们全是我的累赘 他是皇帝 谁浪费粮食 中国自己说 有三亿的中产阶级 我不知道这数怎么算 三亿到四亿的中产阶级 对吧 那这中产阶级 应该是他嘴中的浪费粮食 这个粮食 应该补给那六亿人 吃不上饭 他收入只有 一千块一个月 你现在 一斤猪肉多少钱呢 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在中国27个省 从六月底 到今天的八月中旬 在遭受的水灾 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长江第四个洪峰 已经进入到三峡库区 三峡库区下面 无预警的完全在 决堤 在这个泄洪 长江中下游 所有的湖泊 大小湖泊 都是泄洪区 泄洪区 在没有洪水的时候 人们在那住 居住 人们在那种田 凡是洪水区 那个泄洪区 都是真正的好地 它带来了上游的 这个淤泥 跟这个养分 聚集在那儿 两三年都可以种出 很好的东西来 它不用任何施肥都可以 那今天全淹了 洞庭湖区 渤阳湖区 我们潮湖 红湖 你看到的 长江中下游 所有的湖 全都给淹了 人说湖淹了 有什么事 它的湖区 比如说洞庭湖 原来基本上水都很少了 那周围都成为了种地的 今天淹了之后 它的夏凉就全都没了 对吧 鱼米之乡 里头都是王八 鱼米没了 是王八 夏凉就欠收了 然后他说要抢秋凉 今天水退不下去 秋凉 我刚才讲了 你习近平吃个豆子 你都不知道是放屁还是打嗝 你想让他种 就能种出来吗 这是真正刘伯文讲的 十抽当中的 在今天的90月份 将出现大饥荒 他在强调的舌尖浪费的时候 他已经种不出粮食了 他要从老百姓嘴里抠 他让栗战书立法 说谁要浪费粮食 违反法律 他比毛泽东来的高 毛泽东印粮票 他不印粮票 他说违法 今天在山东 十个人点菜 人家餐馆得给你砍了 砍成八个人的量 他们神经病 老百姓吃饭 为你自由 所以大饥荒已经出现了 我说句难听话 朋友你有条件的 短点粮食吧 多贵你也短一点 求食杂志发表文章 现在都是习近平自己名字 在求食上发文章了 公有制 国有经济 不能动摇 把国家变成他自己的 所以美国人不承认这个国家 公有制跟国有经济 这是应对大饥荒的 他的办法 责任都在老百姓身上 美国两党议员 联手出击推幅新法 全面抗衡中共在南美的扩张 它里面的概念 中共可能会 中共国可能会遭遇到 美国的叫美元核炸弹 禁止中共国使用美元体系 什么意思 让你美元没地儿花去 美国的政策是全世界自由与民主的国家 把整个中共国给它封闭起来 憋死它 憋死它 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